两位演员 一位是本次市场评级当中的第一名 在电影《悲伤逆流成河》中 有着灵气十足的出色表现 也刻画了清平月中 从来不像命运妥协 赵辉柔一角 他就是人名 一位是2020年爆红剧集《想见你》 当中敏感 细腻的莫俊杰 他就是新生代演员施柏宇 我选这个吧 这个作品我当时非常喜欢刷了两遍 就是要挑战你 挑就害怕的东西 不怕 对 不能说自己害怕 对 反正就是不怕 然后要进步 还挺期待的 不会是杨志刚老师吧 演员请对位二 你最想合作的异形演员是谁 施柏宇 谢谢 大家好 我是施柏宇 观众们可能不记得 我本人的名字 但是他们能够 记得出莫俊杰 这是我短期之内 很想再做的事情 再创造下一个角色 哈啰 哈啰 是借你的 借你的 天哪 不是吧 嗯 你好你好 坐坐坐 你坐吧 好 谢谢 挺尴尬的 看到他我觉得我们两个人都很乖 然后手里的剧本全都是叛逆的少年 内心倔强什么的 我之所以会选择小北是 因为他比较来得 有个性 然后有那个少年的傲气在 那这个是我以往没有尝试过的 所以我想说 可以选择一个 有挑战性的角色 你为什么要骗我 看什么看 滚 在第一次彩排的时候 忍敏就能量很大 我觉得我是被震到了 我觉得施不羽也是被震到了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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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他能认真地听得到我的话 也会因为我情绪的改变 而去调整他的表演 只是他没有完全地释放 你不是有最后是蹲下来 那个时候我也心软 不忍心爆发 虽然我在你面前 就是你在吼我 但是你要记住 如果你好我的话 也许你能救我 滚 给我滚哦 滚 我叫你滚 我叫你滚 人敏一直在带我 进入那个角色 然后信任我 我们两个越来越地靠近彼此 所以我也开始把自己的感官给打开 然后去感受小北 我能够把自己交付给他 好 那一次有可能是他们这辈子最后一次见面了 当时我能够感受到小北忍受这些什么事情 他经历过什么东西 我的陈念和他的小北 我们是能够感受到彼此存在的 就是很信任他 能够保护我 他也相信他自己可以保护我 我觉得角色和角色之间的这种情感是搭上了 你怎么会擦出蓝色的东西啊 就是 擦鼻涕擦成了蓝色的 不是 这纸巾上面的印花 我们两个人在排练过程中 其实一直从来没有认为对方是对手过 我们都是认认真正地帮对方 把角色完成到最好 我把自己交付给小北 也同时交付给人民 我才认识他两天 在我上场的时候 我是相信 我们两个人是有生死之交的 演员请就位